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处于归来 这一称谓也逐渐被人们认同下来 在斯里兰卡的西级里耶 有一处名为狮子岩的古城 这处所在寂寥的雨林中沉寂千年 直到1962年被英国的一名探险家发现 随即这座处立于180米高的巨石上的古城 才为众人所熟知 作为斯里兰卡文化金三角的顶点之一 狮子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摩里耶王朝时期 那个古老而神秘的王朝随着时间已然湮灭 而狮子岩却最终作为遗迹保留下来 原本的狮头已经风化损毁 但即便如此 那依旧屹立不倒的狮身 仍旧给人一种养之弥高的巍峨感 直到现在人们都无法想象 这样一座处立于巨石之上的巨城 以古代落后的生产力是如何建造出来的 无数游客慕名而来 他们站在狮子岩的最高处 一览周围壮观瑰丽的自然景观和人文建筑 举目望去 一股浓缩了千年的历史气息将会扑面而来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巧夺天宫的古代花园 为了防御战争而建造的护城河与城墙 还有雕刻在岩石之上的巨型壁画 这些饱含历史气息的造物 在等待了近千年后终于重见天日 让众人为之惊叹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评订阅